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S真是追剧女孩的最高境界了 但小S不是为了蹭热度才追剧的 她是真的很爱看 每天至少要看五个小时的剧 偶尔还会熬眼 这状态完全就是屏幕前的吃瓜群众吗 作为追剧着野狐的小S 自然不会放过最近大火的轻工具 年写攻略 工作之余竟然一口气 追了33集 看了还不算完 小S还要过过戏隐 采访现场就演了一段高贵妃 这嫌弃又凶狠的眼神很到位 连小S都说自己演高贵妃没有突破性 因为平时演太多坏人了 哈哈哈哈 而小S不仅想挑战古装剧 竟然还想尝试跟自己人设 不太一样的位阴落和贤妃 随意想象了一下小S演女主 我不厚道的笑出了声 还是本色出演高贵妃比较适合小S啊 除了爱言 小S在追剧上的花心程度也不可小觑 亲情演绎只要换爱豆的速度够快 别人就伤害不到你的爱豆 比如看完演戏攻略之后 就和所有的花痴女生一样 爱上了傅恒 看完狼牙板的爱上了胡歌 甚至自我催眠时迷黄郡主 网友们看她如此开心竟然有点不忍心叫醒 小S也追 韩剧 依然没有脱离看一部剧 爱一个人的魔咒 又一情别恋了韩国八孔流 连和女儿逛超市心里想的都是孔流 后来看局势连忙 小S又喜欢上了吴秀波 毫不吝啬的夸他太会演戏 吴秀波知道后也很开心 还坦言想和小S也一起喝酒的角色 哈哈哈哈 小S就偷着乐吧 不过看剧一时爽 后一正还是挺难治的 小S就因为长期低头追剧 而被吐槽有双小巴 但他还是停不下来 竟然发明了一套追剧 瘦下巴 两不悟的美容大法 缓慢张大嘴 连舌头也要活动一下 小S的瘦下巴方式 可以说是很魔性了 不知道吃瓜群众愿不愿意 跟小S同款延续攻略追剧套餐吗 不愿意 8种